感言部分 日和牧师以会莫 圣所以及祭司 对比人类成长接近神的进程 早前主日信息已经提及 神用圣所的设计以及家师 对比过去五百年间的真理復环 由旧约一个我们看得见 能够触摸的圣殿 演变成生虑里面 一个我们肉眼看不见 无法触摸 但却更实质 由基督徒组成的教会 成为真正的圣殿 则去神的灵宫 因此 旧约的圣殿和祭司 只是影仪 主耶稣为我们赴上罪债之后 他让我们成为了真正的圣殿和祭司 过去五百年 神以復环真理的方式 復环圣殿家师的实质 包括外院洗作盘对比浸礼 圣所陈切饼对比神每日新鲜的灵良 同祭坛对比基督徒 借着赞美献上祭物 金香炉对比侍奉者 借着敬拜献上香料 而金灯台就是神话语的復环 藉着瑞环圆典每一个时代的復兴 然而 神復环圣殿的同时 亦復环祭司仆 代表圣殿的復环完成之后 同时间 神亦復环我们成为大祭司 能够进到至圣所面见神 我们从祭司仆的设计得知 假如我们希望成为新约的真正大祭司 究竟我们需要具备什么特质 旧约圣殿的设计 是对比新约主耶稣不断强调的三个身份 以外院、圣所以及至圣所 以色列人、祭司和大祭司 对比新约高阳婚言的奔客 同女以及身父的身份 逆迹金篇主日信息提及 初属的果子是对比身父 大修割是对比同女以及奔客 以及田的四角是对比紧紧得救的奔客 因此信仰上 我们要从外院的奔客领域 进到圣所成为祭司 就是同女的身份 再进到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入的至圣所 同神面对面相见 就是身父的身份 神以旧约圣殿的设计 刻意分开不同信仰阶段 能够进入的不同范围 日华牧师亦分析 祭司仆的设计 就告诉我们知成为大祭司需要具备的质素 当中包括两块肩膊石 就是由大同若失预表的赞美敬拜和拳柄 说明我们成为祭司 坚担赞美敬拜和拳柄的责任 过去 我们确实体见神将福环敬拜赞美的责任 坚担在石安教会身上 从十九年前开始的音乐动势 圆圆不绝的石安新歌 至上年开始的石安剑耳机 再配合石安新歌应用程式 我们就好像祭司一样 坚担赞美敬拜的职份 让人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赞美敬拜 随时随地享受神的同在 并且金灯台所点言 职神Ramer的圣伙带来的赞美敬拜復环 将会研点全世界 应验诗篇117篇 万国都要赞美耶和华 让石安教会成为真正的祭司 成为赞美敬拜的掌管者 历史上 神就用大卫对比这个身份 虽然大卫是犹大支派 不是利美支派 原则上是不能够成为祭司 但是我们从历史看见 大卫曾经穿上只有祭司 可以穿的祭司袍已忽得去求问神 同样大卫迎接约柜入石安的时候 亦穿着只有祭司献祭的时候 才可以穿上的以忽得去敬拜神 此外 使徒行转提及 大卫在神眼中是一位先知 使徒行转二章三十节 大卫既是先知 又曉得神曾向他起誓 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 因此 亦和牧师分析就好像大卫既是祭司 先知以及君王 同样神呼召我们成为的大祭司 在神面前 同样也是祭司 先知以及君王 一方面 好像先知一样 以神的圣火 就是神的雷马 去点燃神时代的方向 成为神时代的明灯 另一方面 就是成为祭司 带领所有人亲近神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简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召你们出黑暗 入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启示录一章六节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作他父神的祭司 但愿荣耀 权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同时 也好像主耶稣一样 成为君王 就是掌管者 启示六十二章五节 婦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是将来要用铁杖核管 万国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 神宝座那里去了 正如主耶稣 他最终也是 坐上大卫家的宝座 好像刚才 试图行转的经文提及 主耶稣就是被选立 坐上大卫宝座的一位 神以大卫的故事作为预表 神亦同样期待 末后日子复还的大祭司 神的身符 会好像大卫一样 藉着兼担责任而被塑造 成为能够进到智圣所 得着内女家师所预表的祝福 并且好像大卫一样 最终能够成为先知 祭司以及君王的角色 得着永恒奖励 能够穿梭时空 与神同创 成为真正的掌管者 成为真正的掌管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